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我准备做一个印度菜 名字叫做阿卢哥比 其实在我们家呢,通常我是要做三个品种的饭菜 一个是中餐,一个是印度餐 还有一个是我小孩子吃的腐食 那现在呢,小孩子长大了 所以他基本上就吃我们的食物了 这样我就会轻松不少 需要的原料就很简单了 就是洋葱一个 然后土豆两个 西红柿两个 然后花椰菜三分之一的花椰菜就够了 好,那就土豆切好了 洋葱切好了 西红柿也切好了 好,接下来的话呢 要把花菜给炒一下 好,刚才用相机录了一半 然后相机没电了 然后相机没电了 然后现在就能用选机 这个花菜以后呢 再把土豆给炒一下 再把土豆给炒一下 然后把洋葱用油炸一下 然后把洋葱用油炸一下 油里面放了那个紫然 还有放了一点这个粉 这个粉叫HING 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 反正好像放了以后 那个味道会变好一点 然后炒好洋葱以后呢 那里面是有放那个 放这个辣椒粉 然后姜黄粉 香菜籽粉 然后炒一下以后呢 再放这个西红柿 让它忘记录了 就是要把这个炒 然后炒到西红柿 变成这种mash 就变成这种被捣乱的状态 然后它们再放里面 再把这个土豆和花椰菜放进去 这样差不多了 把花椰菜把 这个花椰菜放进去 然后再放 进去翻炒 这种花椰菜 这种花椰菜 也好 这个花椰菜 哇 我爱你 你甚至看着我 真的吗 早上好大家 Namaste 我准备做一个早餐 就是做 做Nikkel最爱吃的 Alu Prata 做的那边的土豆煎饼 他喜欢吃那个做早餐 所以就来做一下吧 做煎饼的第一步是 煮奶茶 当然不是 但是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 煮奶茶 冬天的早上喝一杯 他们的那个印度奶茶 我觉得还挺晚和的 所以第一步的话 是先把土豆给煮熟 面粉 然后 这个香料叫 Agiwa 给Agiwa 一点点放到面粉里面去 是 好,是看到的,我可以看到 然后放入辣椒粉 放这个,葱姜粉 a little bit grain masala a little bit 抹 抹 抹 阿年 然后还放两个青辣椒 手头 鱼 这个跟做包子的那个包法有点像 就把它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我们下期五月十多时就学了 就学了一期五月十多时就好了 我们下期五月十多时就吃到了 我们下期五月十多时就吃到了 回頭 停火 破ают 清水 唐辛子 下購課 3個 2個 3個 1個 2個 3個 1個 4個 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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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巾 鱼 剛剛有進來 第一個 小孩醒了要去把小孩弄起来 小孩醒了 小孩醒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